相信大家对于中国女排在此次奥运会上的惨败 都是十分难以接受的 任谁都不会想到 昔日如此强悍的一只王者之师 在今日竟然会落魄到这个地步 不得不说 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 任谁对此都接受不了 而经历了一系列惨败的中国女排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落魄 很多球迷甚至直接认为中国女排跌到了低谷 永远都没有可能站起来的可能了 事实上中国女排的情况远没有那么严重 虽然中国女排这次是败得非常惨 但不代表中国女排会从此一蹶不振 再也没有重返巅峰的机会了 这在中国女排最后两局比赛中就可以看出 虽然前面三局比赛都以非常惨痛的战绩败下阵来 但在与意大利和阿根廷的比赛中 打得一场利落漂亮 甚至前后形成的反差 一再让人怀疑中国女排是不是换人了 与之前三场的颓势完全不同 这次的中国女排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登上赛场 完美羡慕了最后的两局不适 况且意大利可是世界级排球强队 即使是巅峰时的中国女排 也不敢说一定就能尾赢她 而现在连续经历了三场的惨败的中国女排 竟然直接将强队意大利队直接打了个三比零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女排输的是状态 不是硬实力 有人可能就会反驳 说意大利已经确保出现资格了 这局他们放了很多水 是故意让中国女排的 但实际上意大利也正处于小组第一的争夺中 他们与美国女排的比分也不相上下 而正紧张于抢夺小组第一的意大利女排 又怎么会给我们放水 他们恨不得直接将我们三比零零封 以至于他们能多拿点积分 因此可以基本确定 虽然中国女排最终连出现资格都没能拿下 但他们的硬实力还是没问题的 功底也都很扎实 之所以这次会败得这么惨 很大原因出自于他们的压力问题 中国女排的压力很大 这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 在第一场与土耳其的比赛刚开始时 中国女排全体的压力都非常大 整个团队的所有人都显得很拘谨 打法也很拘谨 放不开 导致无论是战术还是个人实力都没能得到发挥 而这个最严重的压力问题 在最后两局就得到了改善 最后两局无论输赢都不可能再获得出现资格了 因此中国女排的全体成员都抛开了压力 也终于能放开了打了 而放开之后 中国女排的实力明显比之前高出了一截 甚至完全可以说不像是同一支队伍了 无论是进攻 篮网还是防守 都做得十分到位 基本可以说没什么短板 而且在这场比赛中还换下了戴伤的朱婷 和上了年纪的老将颜妮 可以明显看见中国女排的精神面貌和实力 都是之前无法相比的 而接下来的中国女排则要吸取失败的教训 总结失败的经验 毕竟只有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 再尽力去弥补 一支队伍才能一直强盛 各位看官觉得 中国女排输求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